那么先前性尿道下列它是一个先前性的疾病 那么它也根据这个尿道外口的位置 我们分为四个类型 那么第一个就是叫做冠状钩型 就是这个尿道下列的这个尿道外口 它在冠状钩或者是靠近这个龟头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是最轻的一种类型 也就是说它这个缺存的尿道最短 再往后就叫阴镜型 那么这个尿道外口位于阴镜的幅侧 但是在阴狼的前面和冠状钩之间 在这一段我们叫做阴镜型 那么第三种类型就是阴狼型 那么阴狼型的话 它这个尿道外口位于阴狼的中间 阴狼向两侧是裂开的 那么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类型 当然更严重的类型就是第四种类型 叫做灰阴型 那么因为裂的比较靠后 它尿的时候是站着不能拍鸟的 这个小孩如果长到一定程度 它尿要端着尿 这个如果说是前面的阴镜发育比较差 出生以后很容易 我们可能有些家长如果不太在意的话 有可能会把它当做这个 当做女孩去养 所以说这个是最严重的一种类型 那么这样子分型的目的就是说 一个是对它严重程度的一个评判 这个对我们手术也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指导作用 这是它的分型 请订阅试试喂合声 适用来自作文字幕做成功 去天职的中文字幕做成功 去天联盟 您不想这样子吗